新北市政府3号举办了机油地震人员表扬大会 现场有来自各辖区的地震事务所从业人员 还精心准备了加油道具和口号来为获奖的人员喝彩 新北市长霍宜表示 地震市这几年因应新北市快速发展 肩负许多重要的任务 而地震业务也朝向了便民和线上办理 增加许多方便性 感谢地震市工会在过程中给予许多协助 新北市在这几年的整体开发 以及地震相关业务的推动 其实地震同仁扛起了很多重责大量 因为新北市刚好这几年不断在成长跟逃状 必须在整个业务上如何把它减量 快速的便民 所以名贵改了很多的方式 以及同仁如何用线上更便民的方式 是解决大量的需求 那这几年工会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也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让我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跟工会的合作更快速 更透明化 让大家能够了解地震业务 新北市地震市工会理事长潘慧燦表示 工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为了新北市的地震业务 努力不懈 不论获奖与否 大家的洗脑都值得肯定 也感谢侯市长对地震市事务的支持 我想每位工作人员 在自己的人生里面 每天都非常的努力地扮演着自己 那在他们的工作领域 也担负着一个非常神圣的使命 不管今天是不是有得奖 或者是没得奖的 其实在平常 他们都一直非常努力地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在为着所有新北的地震业务在努力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地震局借着这个单位来表扬 这些特别突出的 机会的人员跟单位 那在这四年里面呢 我们都看得到 我们侯市长非常重视我们地震这一块 今年表演大会总共颁发六个奖项 免利地震局处及从业人员 包括机优地震市 优良不动产经济人员 机优地震志工 根地375租电业务机优公所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业务机优公所 地震业务执行 绩效机优地震事务所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